哎,接下来第六次尝试 哇,天哪 哎,大家好,我 天哪,经过了 刚才我期望路进去了啊 哎,经过了六回的尝试啊 我也是终于 哇 天哪 是终于把这个地点给过去了啊 这样呢 发现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巨人啊 我们赶紧用毒箭先让他看能不能中毒啊 哎,天哪,好危险 应该以往经验四根毒箭也可以中毒 这样呢,我们先封证他一下吧 主要是巨人确实是攻击力很变态啊 我是怕直接被他秒掉 还好 这样看里面有些箱子 我们先看一下这些信息做得好 希望不是吓人箱什么的 帮死不是啊 我们开一下 不玩钢旗枪 应该是一把旗枪啊 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先用这 用的这把武器 然后这个呢 帮死也不是吓人箱 哎,营火弹枪者圈给我三个 呃,我是估计不太会用啊 毕竟那个营火弹枪者是可能是会把 可以看灰雾已经变淡了 这个也是确实啊 是不太 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太好跳啊 上来一路上敌人也多 刚才我成功的方式是 哎,就是从那个地方大概算好距离 一会儿滚下去 滚来之后呢 哇,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啊 哎,赶紧捡到啊 枯萎的黄昏草啊 这个是好像有两个 有两个敌人啊 我们再看一下 好像消失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 这个巨人的回忆啊 应该是已经探索了差不多了 哎,这样看一下之前的 这个武器啊 好像是获得一把 这个 是古兰吗 反体字不太认识啊 古兰钢骑枪暂且这么叫它吧 两个属性貌似都是C 这把骑枪呢 这把查洛特的骑枪 是一个力量加 力量加成是A的一个骑枪 嗯,310 这个是170啊 哎呦,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攻击 应该骑枪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吧 都是一些桶的 哎,正攻击 好像 好像差不多啊 骑枪都感觉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可以看一下 哎,它的 嗯,这把枪貌似 踩就是 总之是纹理吧 可能跟我们这把查洛特的枪不太一样 看一下 比较一下 有什么不同呢 好像是没有了出血伤害啊 但是 重量好像是轻一些 哎,这个倒是不错 没有了出血伤害 其他的貌似都一样 防御力的话 我的这把骑枪 查洛特的骑枪 好像是 当然也是很低啊 只能割挡20%的 应该是流血伤害吧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用啊 哎,这样 这把 这两把枪 我觉得 不太清楚 升满了哪把枪攻击更高一些 但是我猜测的话 可能 应该是这把枪 查洛特枪 可能会更高一些 主要原因是 哎,一个是它是boss武器 另外它更重一些 更重的武器 我觉得可能伤害 应该会高一些 当然这都是猜测 总之 哎,这个 这边这个巨人的回忆 应该算是正式探索完了 哎,真的是 真的可以说是累死我了 嗯,我 我也是一直在数着 这是我第六次 是跳那个平台 才成功的跳上去 之前其实是从大概第 大概前两次是跳失败了 就是完全没有着陆上去 后了 后几次呢 是着陆上去 但是马上又掉下来了 后来才找到了技巧 就是直接大概 在掌握好距离 直接翻滚时可以滚过去啊 但是呢 滚过去之后 大家可以看 哎,跳那平台上 还需要再进行一下小的跳跃 那个小的跳跃 说实话 也是挺有挑战性 不过 暂时还好啊 是起码跳过去了 嗯,这样我先给 我记得好像是有 我们有两个营火吧 已经是探索完了 应该是刚才那个地方 营火和这个 这叫兵马避难所吗 哎,我怎么觉得 我是很久没有玩了 黑暗之魂也是 我很久没玩 他也是出了几个补丁 我觉得这个地方 原来叫士兵的休息处吧 为什么变成了兵马避难所 哎,是我 说产生了记忆混乱吗 还是 嗯 说实话不太清楚啊 像看之前 对过好像有一个 那边的人的蛇 这边没有引到吧 哎 我的天啊 不要偷袭我 为什么我听见好像有 你听到后面有声音 不好 没有闪开 像是没有偷袭成功啊 这样我 因为是 其实尤其是我好多没有玩了 这边的这棵树呢 哎,可以看 它是可以会获得一个巨人果实的种子 这个果实呢 居然也安息 嗯 这棵巨人 其实怎么说呢 它是 应该是没有 只会 可以看 它是不会 不会有记忆的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有了一个巨人 这个果实的种子呢 好像我记得是可以作为 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起始的礼物吧 可以是作为起始礼物 等于是 哎,这里 可以是作为起始武器来拿 这个种子有什么用呢 是写的是令敌对啊 敌人对其他世界入侵者滋生反应 啊 总之就是哎 比如说有人入侵你了 这个时候你使一个 一般我们入侵 入侵别人世界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怪都是对我们相当于是友好的 你使完这个之后呢 你都会相当于是提升入侵的难度吧 就是说 平常他们经常会可能说哎 一块跟着怪来打你 你使了这个种子 种子以后呢 等于是怪就会对你们两个人都产生反应 算是 呃 等于是 在提升我们被入侵的时候生存率吧 当然这个种子好像不是 好像不会马上刷出来 我记得好像在维基上写的呢 它是 好像是你当你被入侵 总之就是别人入侵你 然后你被杀死 死够大概一定回合的时候吧 就是一定数量的时候 游戏呢 就会刷出这么一个种子吧 等于是相当于方便 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会考虑我们玩家是经常被 被入侵 是搞倒倒的很 倒的头大吧 所以说是相应的降低一下 我们这个游戏难度 这样呢 这边好像是还剩下 这应该是最后一棵树了 你看一下 这个下边呢 应该是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攻勤士啊 应该现在已经是减到了吧 这样这个我们让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棵树了 发现我们好像脚穿的还是这个猫的靴枣 改一下 巨人暴急的回忆 看一下武器 把它换成几个我觉得 哇这个外边为什么 为什么有 为什么有霧门呢 接下来又很有没有 这个难道会是boss战吗 不会吧 好像不是啊 这边有一个巨人 这边有一个巨人 这个巨人 别停下来 但是我是为了探索啊 我命的预感 又一个萤火探修者 天哪 给我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好像看见 哇巨人好多啊 哎这是这是什么情况 哇不好不好 哎呦 不好 蒙顶药 哎呦不好 好像敌人的攻击反而也很大 希望不要被打死啊 赶紧喝蒙顶几瓶药 天哪 这个地方我好像敌人在轰炸我吧 这个有一点远处 嗯 哎好吧 这也好 我也是很紧张啊 这个巨人的视角不太好 而且我也是没有准备 就直接进入boss战了 真的是一点心情准备都没有啊 这样 哎起码知道了 这个前面呢是一个boss战 这样起码呢 我们可以 我觉得这个boss战呢 首先呢 我们先使一个人像嘛 毕竟我们的血量现在是由于死的太多啊 只剩下不到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六十左右啊 真的是对打boss很不 很不有力 这样还是感觉刚才这个boss呢 怎么说呢 狗感觉不是很难啊 主要是我们是没有准备直接是进入了进入boss战 所以说还是有点很仓促的 哎这样我们再尝试一下 我觉得这回应该是没有什么应该不会太难啊 起码知道了哎那边是一个boss 这样再我们尝试一下 哇这个地方居然还可以召唤嘛 哎那么我们看一下觉得直接在这里 嗯应该是有好像这些松子啊 觉得这些巨人直接使一个法术松子或者是使一个雷的吧 哎另外呢我们的脚脚是有点不太对啊 穿的是不是哈维的装备 这可能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藏运力有点有点弱 这回应该是差不多了啊 防御提上来 另外呢也是知道了 哎这个地方之前好像是也有人说是建议啊 说是 哎这个地方好像说是要 哇 哈哈 舔的吓死我了 哎 哇这个冲击波有点麻 这回感觉上应该是好打多了 就是要是我们看着这来来这样的 这对我们的两者是让我们的了 好 其实就是你 来 我们的数捕 是我们的二者是那里了 这个 我们的三者是有点 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你 我在 这样有了准备发现这个boss其实还是不难的 一个巨人的共鸣一把钥匙巨人王灵魂 看一下这个上边好像有物品啊一把鱼镜另外好像那边还有些物品 哇 古老灰堤石其他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没了我们前进的地方这些死的胳膊的巨人 之前也是看一些留言人也是见我们要靠右走 应该可能右边是不会被打到 另外刚才这个地方是一个血迹啊 这样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应该是探索差不多 我们来的时候好像是在可以看大概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上的 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类似于是一个小的平台吧 那边那个平台上我们刚才应该是捡了一个什么东西 好像是就是一个捡那边捡了一个萤火探索主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探索的差不多了吧 希望这个boss不会再重新刷新啊 这样去人们的灵魂又获得了一个应该我觉得是探索完了吧 好像是探索完了看一下这边这个信息写的是什么 洞穴万岁 诶这样我觉得 你好 好吧 我刚才为什么没有链上 没准是我的问题啊 刚才我明明连击练的挺好的 怎么突然就练不上了 我有耐力吧应该 真的好奇怪啊 怎么 这个人明明不难打 我很奇怪 刚才我在那边已经是 哇还是最后一下 我摁了一下 我确实我发誓我摁攻击键了 结果这个人没有打出来 还真的是不太明白 而且这个宫廷法师 好像攻击力很变态 直接把我给你秒了 这样又浪费了一个 可以说是浪费一个人像 是没有办法 这样这宫廷法师 说实话什么来历 我也是知道 好像我记得应该是在 是在哪里呢 地点突然忘记叫什么 看一眼吧 是在 好像这个 安帝尔之馆 好像是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萤火过后 潜艇这个萤火过后呢 好像是在 这个叫秘遗殿后边 总之这两个之间的一个房间里 好像是我们把他 当时他好像是在一个 好像是把自己关起来 我们是敲个钟还是怎么着 把这个人放出来了 结果他也是在四处的 好每次我们去找找回 拿回一些巨人回忆的时候 这个灵魂都会遇到他的入侵 也是不太明白他是 他是做什么的 不过无所谓了 这样我们虽然是出了一点意外 不过还算这个巨人的灵魂 算是拿到了 这样应该是我们先 先看一下 证验值也是不少了 毕竟杀了一个 诶杀了一个boss吧 相当于我们先来这边 使垂德的牢笼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巨人 巨人灵魂 他能造出什么武器来 然后再回到 我们的灵魂进行升级 诶好吧 好变态啊 这帮人 诶我们先在这之前 先看一下 刚才好像是什么巨人王的灵魂 是吧 看守龙的灵魂 巨人之战士 古龙巨人王 不太 诶这些 嗯好奇怪啊 看一下说明吧 好像由于我们是 总是走到这边 多兰古雷德啊 应该叫Dranlake 应该是等于是过去 这个巨人王 应该是等于是 可以看我们现代玩的 这个巨人灵魂之森 应该是过去被他们入侵 只有现在已经毁灭了啊 诶过去可能是这个巨人王 应该是巨人们的巨人首领吧 算是也是提示 这个这个王的灵魂 应该还是比较 还算是比较强力的 我们看一下能 好像这些不是啊 我只是随便看一下 交换 看一下 银铁剑 这个是最后巨人啊 应该还不是巨人王 歌唱恶魔 目前来讲 好像是没有这边的法术呢 诶 巨人王 反作用是一个暗术 可以使用三 使用15次 需要三个记忆空格 应该是 可以看好像是 35点智力 跟20T的信仰 应该是非常强力的一个 一个法术啊 得出眉是一把杖 好像是极短时间 所有伤害无效化 可能是一个 类似于黑魔法让你无敌吧 具体持续时间多长 我这不太清楚了 因为我黑暗之魂还是基本上当 当一个肉博的来打 很少用法术 所以说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巨人王的灵魂 可以从这边 使 这边叫使谁的吧 可以从他这儿 从他这里买一个 好像叫 叫什么 暗作用 反作用 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这样好像还有 还有一只这个鸟 那个鸟在哪里 突然是找不到了 在 是这里吧 灰狮阵 没有错 这个地方还是印象很深刻 这个萤火是 只要是你 你出生在这里 这个是你立马休息都不行 因为这边是马上会刷出两个区步 哎 这个怎么又破坏公物 好吧 希望 顶不着劲了 我们看一下 这边 哎 为什么都是灵呢 好像说是我们现在没有吧 好像目前 应该是没有巨人王的武器可以换 这样 这些武器暂时我先不换 只要是可以看有些圣灵大锤 这应该是我们之前打过那个拿大锤 好像就是他的大锤啊 是有些武器可以看现在也是没法用 而且我是觉得是没有必要换 先留着吧 可能甚至到二周末的时候再去换 当然这也是以后的事了 这样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换呢 可以 可以回去了 回船公里 升一下 级吧 但是在升级之前呢 我想先看一下这边的道具 你有没有更新什么 好像没有啊 之前 镇魂死者活化 没有关系 不需要 你自己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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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 不需要 这边呢 我也是突然想起来 我们把这个人的所有的铁键 全部买掉 因为 最近才发现一个事 之前也是一直在抱怨说这个游戏中的 怎么说 游戏中有些像这个物品啊 我们 试一下 这个能说坏吗 好像可以说坏 有一些东西可以像 我们看远处 这些石像什么的 之前是一直 我是抱怨说射不坏啊 可以看这个应该是射不坏的 但射不坏 但是呢 我们要是换上铁键 这尤其是木键 木键毕竟 怎么说呢 自己本身质量的比较低 所以说想破坏这种物品还算 哎 这也说不坏了 嗯 好吧 看来我是 可能是理解错误了 总之这个游戏中有些物品是用 物件射不坏 然后但是用铁键可以射坏 可能这个我挑的 给大家演示的这个物品不太好 毕竟这个石像可能是太太硬了 有可能是一些水缸之类的吧 类似于瓷子做的东西 可能是用铁键能射坏 但是用木键射坏 我们也是跟大家提一下吧 这样差不多 我们可以升一个级 这样看一下是升级 升级什么呢 那还可以升体力啊 升体力也是积极提升我们的装备重量 或者说是升一点十九 或者是升血 我觉得我们现在升一点血吧 多升一点血 哇 这个人这是什么武器 没有见过啊 这样我们升一点血 升一点血之后呢 我觉得目前巨人们的灵魂应该是我们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吧 可以看是已经收集齐了四个 这个游戏中呢 应该是 其实说实话 之前是不想看 不想看维基被剧透了 但是后来由于是实在是太久没有玩 维基上的东西可以说是已经被大家 们完成的差不多了 总之呢 目前我们还算是一周末还没有结束吧 还有一些选择的东西 这些灵魂呢 应该是每周末你可以最多获得五个灵魂 然后用完这些灵魂后呢 是可以做一些事 然后现在是不想跟大家去调 虽然说我是已经被剧透了 所以说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呢 我是想回到游戏中最后一个位置 在这里 我想回到这里 然后呢 可以看之前是在这里遇见了一只古龙啊 那只古龙呢 其实也是游戏中的一个选择性boss 但是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打 我这身装备可以说已经是防御力强 强 基本上是一个纯弹克权吧 防御力很高 但是呢 那个古龙之前我在联机的时候啊 是打过一次 诶 被秒掉了 不夸张 真的是被秒掉了 所以说 所以说还是很变态的嘛 这样呢 我觉得这期呢 可能 哇 刚才是想 没有跳好 我是想滚啊 上面有一个法师很担任 诶 这个你有完没完 你有完没完 你有完没完 嗯 天哪 好变态啊 我是很紧张 毕竟这个地方应该算是游戏中可以说是地图上啊 诶 是最后一张地图 所以说 敌人经常是你中的攻击的话 很有可能是八五秒掉啊 是要一定要小心点 这样 这一边呢 先射好陷阱 我觉得三个飘火就可能有点多啊 毕竟前方还有 其实也还好啊 秒掉一个的话 诶 这个法师的攻击好像是面向的救了我们 好 打死了 对啊 那边法师呢 我就不管了 毕竟我们前进的方向跟他是不在一个方向的 大家可以看 这个地点的灵魂数还算是挺多的 所以说可以选择性的来刷一刷吧 这里来图满 确实啊 我也知道图满有用 但是我没有啊 诶 这样两个地方震一些人 我觉得先用 尝试一下 最好情况下呢 是用毒 还有一个人中毒了 一个人中毒的话 其实就没有 太大担心了 这样直接呢 可以等着 让一个人直接堵死 同时呢 可以用 今天也是很聪明啊 你就是选择防御 可以看那边的人应该是已经被堵死了 哎 没有死吗 好像就死掉了 吓我一跳 北冰腿甲 这些甲什么的 郭主也不查看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查看的必要 总之是一些 都是一些重甲之类的 还是的样子 一个跳火球 然后再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让别人中毒啊 还好中毒了 哇 突然我是忘记了 这个敌人好像是会 还是会 我们 我们好像翻滚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很肥的翻滚啊 这是 你好你好厉害 赶快过来 好吧 这样死掉一个人啊 我们但是先查看一下 翻滚现在好像是变得太重了 我们的 这可能也是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戒指不太对啊 你还带着一个猫子 应该是把这个国王士兵记者带上 这回是64了 之前肯定是解释 为什么作战的时候不太 再 要舒服啊 这样这个敌人呢 还算是 叫 叫好打 你起来啊 你再坐下 你再起来啊 好这回起不来了 这样 应该是 没了吧 好像还剩下 两个大巨人 两个大巨人呢 用这个猛毒 哎不好 忘了最后面还有一个人 不知道 我先给引到了 这样我们看一下好像三个人都中毒了 这样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 直接我们跑开就可以了 他们应该会直接被我们堵死吧 加一下血 然后换回 哎 居然还敢被刺我们 你来啊 哎 你坐下 你起来 再坐下 好吧 这样好像两个巨人也死掉了 看一下那边掉了一个物品 是一个被冰开架 就在这里 我之前也是刷了很多 我记得之前几期吧 有一期是有在这里 跟大家说是花得到了 当初好像是20多万经验值啊 那边的经验值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刷的 所以说这些地方打法还算是比较比较清楚了 哎 这样看一下 这个古龙呢 由于是一个隐藏boss 所以说最好的尝试就是第一次 所以说 哎 怎么说呢 原因就是说第一次的时候你打他 他会 就是他不攻击我 现在可以给他比较近 假如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那边会形成一个门 你每次进来后呢 他会有可能会直接向我们发动 比如说喷火攻击 那个喷火攻击 那个喷火攻击我之前在 哎 网上打的时候 就是直接被那攻击秒掉了 所以说这个boss究竟怎么打 说实话 我真的是太清楚啊 我只能是尽我最大努力了 哎 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 由于是 其实说实话 多高的火炕在他面前都没有用 都是被秒的份 所以 我觉得做目前武装备 就这样子吧 毕竟是穿习惯了 哎 那么这个样子 尝试一下 假如说失败了呢 就失败了 就有没有办法 毕竟这个boss 我之前在网上连击的时候是 是别人召唤我 我只是想来练 刷经验的 结果是被别人召唤后呢 是被 算是等于是跟着他打 结果是被虐得很惨 这样我是尝试一下 假如说失败了呢 就失败了 我们后期之后再可以看是可以锁定了 可以看好像是死掉了 这个我也是不太明白 这个这个龙喷火可以看是他头朝前方 然后把我后边给喷到了 可能是脖子扭过来对着我们喷的吧 可能是可以这么说吗 这个有可能啊 这样没有办法 实在是 我实在是不太会打这个boss 我可能呢 尝试几期吧 假如说几期之后仍然打不过的话 我可能就放弃了 毕竟这个boss在网上确实是很难打 嗯 当时网上貌似有人说是 哎 两手持错掉了 两手持盾 两手持盾 直接是升防 那是强行防住 等于这个鼓龙的喷火攻击 是 刚才是没有试啊 试试单手盾 单手盾的话第一下破防 第二下直接死掉了 不再倾注双手持盾的话会怎么样 做这个之后再试了 这一期呢 十分钟也有到了 是想想起 这样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